大胆的心 花开花落 我一样会珍惜 愿胆的心 感谢愿意 在我一生 孩子们知道你马上就要离开上海了 所以特地赶快出这个节目 也算给你送信 你在福利院做了三年的义工 他们真的很喜欢 如我开花落 我一样会珍惜 雨昕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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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雨昕姐姐 雨昕姐姐 先生您这边请 各位兄弟姐妹 那天五周年庆待酒宴没搞成 今天就算给大家补上了 咱们店里发生了这么大的变故 都是我的责任 也连累了大家伙 说句心里话 我是发过誓要做出来成绩 �� деся 你看 阻挥时间 不要拒绝 咱们 �์鱼 是 帽子 庄子 都能再 tall 没了信誉 就等于什么都没了 我非常感谢 这么多年来 你们对我的帮助 不然的话 我也完不成 我的第一个梦想 所以对于你们的感情 我是难以言表的 你们尽管放心 我已经跟你们 后面的老板说好了 你们想留在这里 继续干的 可以放心留下 想走也没关系 我会多发给你们 半年的工资 就算是欢送大伙 踏上新岗来 但有一句话我要说 如果有朝一日 我还能再站起来的话 我非常欢迎 欢迎你们回到我的团队来 来 各位 为了我们这么多年的友谊 我敬你们一杯 我敬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外婆 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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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婆 我还因为是我的眼睛花了 没想到 真的是我的宝贝外孙女 欣欣回来了 外婆 我并没有告诉您 我今天回来 您怎么会在这里等呢 反正在家里 也没有什么事情做 外婆 我就是怕您这样 我才不告诉您的 没想到您真在这里等 外婆习惯了 习惯了 走 咱们回家去 欣欣 你毕业了 留在上海工作多好 何必回来 陪我这个老太婆 外婆 您把我从小带大 多不容易啊 现在是我回报您的时候了 我要留在您的身边 好好孝顺您 你妈妈 要是看到你 这么孝顺懂事啊 不知道得有多欣慰 外婆 我有个问题 以前一直都不敢问您 现在我长大了 您是不是可以告诉我了 什么事情 让你这么为难呢 外婆 我觉得 我爸爸 好像还活在这个世上 他早就死了 是不是我爸爸 做了什么 对不起我妈的事情 欣欣 你要是想让外婆 多活几年 以后咱们就不提这个事 对了 你孔叔到咱们家来过 他问你今后打算怎么办 对你工作挺关心的 算了 不用麻烦他了 我打算这几天 就去人才交流中心看看 我相信我一定可以 找到一份好工作 那也好 不要太勉强自己啊 嗯 孔董 您看这边话 不接不接 一律不接 可是对方传真话说得很绝 第一期五百万的租金 如果十天之内没有交纳 他们就终止合同 你别管对方那么多 咱们账上还有多少钱 还有三四十万左右 都给我取出来 去电视台和报社 落实广告时段和版面 还有 在江仁义所有 可能经过看到的地方 都给我弄上户外广告 我就不信 这铺天盖地的广告 就感染不了他 这钱要是砸下去了 万一没有见效果怎么办 你放心 我设这个圈套 就算江仁义老毛深算 到时候他不乖乖地掏钱都行 要没这点把握 我大老远从上海 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我给你 不客气 我也要帮我 我给你 去哪里 站起来 你 乖的 我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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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你 你怎么回事 你走路不长眼啊你 对不起 对不起啊 对不起有用吗 你得赔钱 好吧 那多少钱呢 我数一下 三四五七八九十 一共是弄爆了二十二个 弄飞了三个 二十块钱一个五百块 五百块那么多 师傅没搞错吧 这气球也就五块钱一个 我这气球是特殊材质做的 跟一般气球不一样 你这不是恶人吗 你要是不赔 我现在就拉你到派出所说里去 多少钱 这些气球我全包了 别担心 这是一千块 一亿一千不行 至少得两千 两千块 两千块 你的气球什么做的 我刚才都说了 这是特殊材料做的 防弹吗 能上太空吗 行 你就等着挨罚吧 不要以为我们知道 你在这摆摊是违法的 得得得得 就当我倒霉好了 一千块就一千块 我把气球都卸给你 现在气球都给你了 想怎么处置都行 谢谢啊 客气什么 你要去哪里啊 我去人才交流中心 好巧啊 我刚好待会儿要经过那里 不然我送去吧 谢谢你 我车在那边 我怎么称呼你啊 我叫程尹兮 听你的口音不像敏南人 我是本地的 可能是因为 我刚刚从外地毕业回来 所以口音一时还来不及改回来吧 你刚毕业 去人才交流中心是因为 找工作啊 我看你条件这么好 一定会找到份不错的工作的 借你急言了 但愿我能找一份满意的工作 请问你是住在陆江市吗 我家在敏南乡下 前面不远就到了 麻烦你靠边停一下 我到了 谢谢你啊 不客气 这点钱你先拿着吧 不不不 我不是为了这个 你就拿着吧 拿着 给你 这个是我的手机号码 你收好了 我们以后可以联系 好 那我们再联系 谢谢你啊 不客气 我走了 拜拜 拜拜 不客气 呀 不客气 呀 咱们 老孔还挺行 看来他八成已经咸鱼翻身 又要做大项目了 他这是想钓我这条大鱼 就这点钓虫小技 糊弄刚入道的人还差不多 姜还是老的辣 孔家轩要是想骗你 他还差很多 你看着吧 用不了多久 就有人上当受骗了 管他呢 只要不是咱们还到公司就好 你好 请问你是程雨昕小姐吗 我是 我是环达集团公司董事长秘书 我叫龙梅 你好 我在这里已经等你两天了 你终于来了 等我 是这样 我们公司董事长 非常赏识您的才华 特别希望你能帮我们集团去工作 你们董事长怎么会认识我 这个我也不太知道 不过你跟我去趟公司 见了面就明白了 这边请 好 江董 我来给你们介绍 这位是江仁义董事长 江董您好 这位是 请坐 谢谢 程雨昕 本地人 今年二十五岁 上海浦江大学硕士 董艺术 擅长设计 喜欢画画 英语水平六级 没错吧 江董事长 您怎么会对我那么了解呢 请喝茶 还不知这些 我知道你本来应该留校的 但因为食物中毒 住院期间被人顶替了名额 江董 不会是安全局的人吧 我作为一个集团公司的掌门人 要想了解你一些个人的背景资料 还不容易吗 雨昕啊 你没有被留校 回到家乡来 会不会颇有失落感呢 我记得有这么一句谚语 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 又会为你打开一扇窗 好啊 泰然自若 波澜不清 我知道 你现在正在找工作 本集团愿意给你提供一个机会 正式邀请你加入 环达公司 哥 哥 哥 你怎么有空跑到学校里来看我 我把这个送给你 笔记本电脑 哥 其实我自己打工也攒了一些钱 再说 你刚上了那么大损失 你还给我买这个干嘛 没事 当哥的该送你毕业礼物 本来我打算 在你去上海工作的时候 再给你的 这不是我出了那档子事吗 哥 你别想了 过去的就过去了 那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呢 我暂时还不想回上海 倒是想看看这边 有没有事情做 那你这两天考察的怎么样 有没有找到什么合适的呀 小姐 你们学校的图书馆 让外人进吗 我想查点资料 没问题 外婆 你怎么了 没什么 人老了 骨头也不中用了 没事没事 快坐吧 您啊 本来就有血压膏 还洗那么多衣服干嘛 我跟您说啊 以后不许再动手了 等我回来洗 不要紧 不要紧 你快给外婆说说 工作找得怎么样了 外婆可以说是很顺利 可是我总觉得有点怪怪的 怎么讲啊 有个老板派他的秘书 到人才交流中心去找我 然后就带我去面谈 后来呢 录取我了 那就是因为我们星星特别的优秀嘛 大公司的老板都正着要您 外婆 我哪有您说的那么好 我只是感觉像天上掉了个大馅饼 把我给砸着了 看来呢 是老天觉得我太倒霉了 所以就给了我点补偿 嗯 对对对 苍天有眼啊 会保有我们的心性 从此一帆风顺的 嗯 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绿风集团打算今年与国内外八所高校和科研机构联手 就在这块土地上 共同打造中国第一个有机农庄 这样一来 在有机种植的领域 我们就能成为一面旗帜 空总 这是大家 做事真是深谋远虑 是啊 这种集聚发展潜力的项目 对于我们做PE的来说 会优先价位考虑 不好意思 谁是这儿的负责人呢 我就是 有什么事吗 那个 你是 我是绿风集团的董事长 幸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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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是这样 那个我呀 前几天去了趟陆江市 看到这个大街上几乎挂满了CSA的广告 那是 能不能和您谈谈这个合作啊 哦 那 李总啊 你先带各位去那边看看 你贵姓 我姓林 林康辉 老家在闽南 我在上海做过八年的海鲜生意 哦 看来林先生是一位年轻久违的企业家呀 不敢当 和您一比 我这是小屋见大屋 林先生 打算投多少 就 就跟您直说吧 反正如果我要是和您合作 我想作为您这个地方的投资人之一 您看我这投多少 合适了 我们这儿啊 五百万的底线 当然 我们绿风集团压根不缺钱 重要的是 是想考察合作伙伴 是否志同道合 当然了 你要是投资进来 自然就会成为本公司的一个中层 应当得到优厚的待遇 第一 年薪五十万 第二 年回报率是总投资额的百分之二十 我怎么办 条件还真 真挺用人的 李先生 你要是办哪 被抓紧办了 你也看到了 那些都是国内顶尖的投资人 我们会马上着手在这四千亩土地上 打造一个有特色的现代化农业平台 一旦招满了合作者 你就过了这个村 没这个地儿了 是啊 您这可是 实在是太有气魄了 可是我这手头没有那么多钱 只能出资几十万 能加入吗 什么什么 几十万 你这不是白耽误我功夫吗 我还有一大帮老总要赔呢 再见 不能再谈谈吗 请进 你好 你好 您是 我姓蔡 跟你约了三点见面 是台湾来的蔡先生 是是是 你非常有时间观念 哪里哪里 请坐 请坐 谢谢 来 谢谢 谢谢 坐 孔先生怎么会想到 要把CSA这个概念 搬到闽南来的呢 蔡先生知道什么叫CSA啊 我在以色列农业学院 做的博士研究课题 说白了就是这个东西 蔡先生原来是农业学博士 那太好了 我们公司正是求贤若渴 就盼着蔡先生这样的青年才俊 参与进来 哪里 过奖 过奖 蔡先生 你看 这个就是绿风集团已经征用的四千亩土地的规划 这一片开发有机蔬菜 这一片开发有机水果 这一片开发污染淡水养殖 这一片开发那个休闲观光农庄 孔先生 恕我直言 你这个规划似乎有点松散了 CSA的核心理念还是在于建立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直接联系 是吧 对对对 那是那是 明白人一下子就能找出重点 相信蔡先生如果加盟绿风集团 咱们联手合作将是如虎添翼啊 哪里 我是班门弄府而已 孔先生 打扰您了 你怎么又来了 我回去想了想 还是要再找您谈谈 好啊 我们欢迎一切有事之事来参与啊 你准备投多少钱呢 孔先生 您那个要求太高了 我这一时半会儿凑不了那么多钱呀 那你就先回去找钱 凑够了再来谈嘛 我和蔡先生还有事呢 孔先生 我刚进来的时候 我听你们在聊绿风集团的远大前景 要不 要不我坐下学习学习行吗 如果蔡先生不介意的话 我倒是没什么 我不介意 不介意 随便 随便 那你就坐下听听吧 哎 姐 你真的纯退了 什么真的假的 到了年龄就退 这是规矩 太可惜了 我姐还风花正茂呢 说吧 大白天到 回来找我 有要事吧 姐 公司里新来了一个叫 程雨昕的研究生 什么来路 我从来不过问公司的事啊 你不管可不行 弄不好 和危机自身的根本利益 什么意思 结合清点这个小姑娘进咱们公司 按说现在的大学生也很多 找什么样的人才都不难 不知道姐夫为什么对她那么宠爱 这么说 你姐夫背着我又小九九 这个我不知道 但是有件事情 我必须要跟你实话实说 在这之前 姐夫派我去上海 做过手脚 把人家小姑娘的刘孝宁额 找人给顶了 后来 姐夫又让龙梅去人才中心 直接把她招进了公司并唯以重任 听明白了 你姐夫是对那个女孩有点意思 哼 小火猫丫头 能掀起什么浪啊 姐 你说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 你不会是想说 江家突然冒着个刺身女吧 着急 想啊 你真不愧是搞人事工作的 我跟你说 这种可能也不一定没有 你说 她姓什么 程雨昕 哟 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 和你姐夫结婚之前 她是对一个姓程的女人挺上心的 你看 你可得给姐看紧点 你放心 只要有风水草动 我第一个通知你 简而言之 CSA类似一个现代农业合作组织 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后 美国 日本等国家对于食物的污染越来越关注 大力提倡有机方式生产 由生产方直接为消费者提供真正绿色的农服产品 明白了就是做自然农业 哎呀你别打仗 你说这个搞有机农业有什么前途 据我所知这些年来大陆农村的生产污染情况越来越严重 一般消费者对农服产品的是越来越不放心 对食品安全则越来越关注 那你说有机农业有没有前途 你说这东西 种出来投放到市场上去 肯定价格不低啊 一般老百姓消费不起 还好吧 现在的人开个车出去喝杯咖啡 花的也不止这些钱啊 是啊是啊 学服务车人才难得呀 蔡先生 我本人非常赏识你的才华 我们绿丰公司虚伪以待 不知道蔡先生意下如何 那我想请问一下 加入你的团队还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吗 那个我们绿丰公司任命高管有一条硬性规定 那就是他必须是公司的实际投资方 只要这个项目可行的话 投点钱不是问题啊 那太好了 不好意思打软一下 我刚才其实还没问完呢 我就是想说 林先生 这个呢 你要是有意加入我们绿丰集团 你还是先凑钱 回头咱们再谈 我跟蔡先生还有事 你先请 你先请 我 林先生慢走啊 哎 林村海线收购站细无工商登记 无水产经营和卫生许可的三无场所 私自创办实属违规 现街有关部门的书面通知 该收购站出售的变质对虾 间接导致二十几人中毒 经查时 镇政府特做出如下处理 一 此处海线收购站从即日起关闭 让开 让开 铁鱼负责人沈阿彪 你找到你们 去中大事是吧 回家去 都回去 别看上了 那回去吧 回去吧 你见鬼 干啥呀 阿彪 你 你 你 夫人爷 看会 真的是你啊 您挺好的 好好好 我说大侄子 咱们有八年没见面了吧 变化真大呀 我说永福 你们爷儿俩好好聊聊 我先走了 还没 走 您慢走 夫人爷 好好好 好好聊啊 回去吧 表哥 我这次来不是和你谈工作的 而是想向你借笔资金 投资绿丰集团的有机农业项目 哦 你对他们了解吗 我跟对方的董事长见过了 我觉得蛮可靠的 哎 这对我来说是个绝好的机会 是吗 说吧 需要多少钱 大概八千万人民币吧 基本上过个三五年就能连本代理还给你 八千万 你笑什么 我是被逼到走投无路才回来找你的 你觉得你刚来大陆就要做投资 这靠谱吗 换句话说 你刚从校门出来 并不知道社会的险恶 弄不好 就是硬往别人口袋里送钱 林震 关于钱的事 以后咱们就少谈 免得兄弟失和 哎 不是我说你这个人真奇怪啊 现在这么好的机会来到我面前 你不帮我 你算什么兄弟啊 我不想撞大运 也不能让你摔一个大跟头 表哥 你说得很对 但是我现在有必须要这么做的理由 你也知道我们家面临的状况 除了我之外 没人能够承担了 啊 再说了 我在国外读了这么多年的书 研究的就是有机农业 你不相信我的能力吗 明震 听表哥一句劝 聪明的人 是要用别人的教训 来做自己的经验 只有愚蠢的人 才会通过自己被撞的头破血流 来获取沉痛的教训 眼下你最需要的 就是多魔力 那上海一大贪子不干 怎么又回来了 我上海还哪儿有一大坛子 我把店盘掉了 钱也花光了 听你这意思 不想让我回家是不是 真是驴脾气一点没改 听你这么一说 要改种地了 那行 那也好 家里的这个责任田还有七八母 够你重的 我也指望你能够安安分分地治个家 人家海妹啊 等你有八年了吗 你俩成亲可说是水到渠成啊 你开什么国际玩笑啊 我可把话挑明 海妹和小杰从小一起长大的 同样是我的妹妹 我怎么可能跟他成亲啊 不是你小子 海妹的心思可都在你身上呢 这事你就别跟着瞎掺和了 跟你没关系 再说 我刚失败而归 现在还六神无主呢 根本没心思去谈呼论驾 你都多大了你啊 我还想早点抱村子呢 抱村子 你把这劲使在旅行职责上行不行啊 你把村子弄得红红火火的 那还担心欠什么债 那怨我啊 这这这村子本来底子就薄嘛 那怪谁 我看根本原因 就是大家没找个好当家人 你就使劲挖苦吧 我呀 这次回来是想跟你商量个事 我打算和外商的绿风集团 合作一个项目 借用你村委会的大喇叭 帮我嚷嚷一下 看有谁愿意跟我去上海闯荡的 也算我帮村子解决了一部分劳动力 还先定刚黄了几天呢 你又开始打 打村上人的主意了 听我一次劝 别一回来就瞎折腾好不好 不想帮拉倒 我自己想折 明镇 仅此一次 下不为例 八万元 这个钱 这个钱你可以拿去吃喝玩乐 也可以拿去创业 这是表哥唯一能做的 要这些钱 呢 李洛 对 这有点 防止 相信 哪有陆 又可以 那是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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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呢 作为白脸工资也就比你们多那么一点点 康辉 如果参加出国学习 那到底需要到多少钱呢 哎呀 啊 喂 哪位 喂 呃 是程小姐吗 呃 请问你是 呃 我 我是那个 蔡明镇 咱们也见过面 你还记得吗 你怎么样 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吗 啊 是你啊 我已经上班了 我已经上班了 对了 我还正要把钱还给你呢 啊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我就是想关心一下你最近好不好 怎么样 一切都如意吗 我接了一个搞项目宣传的活 最近挺忙的 时常加班 呃 女孩子还是不要太操劳 把身体累坏了不好吧 呃 不然这样 你今天晚上也没有空 我想请你吃饭 呃 今天啊 往那边走 啊 呃 呃 呃 不好意思 我回头打给你 呃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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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啊 啊 啊